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別卸責 貸償100% 政府別裝傻 勞工喊著喊著 陳雄文部長不禁感覺到有些徬徨無助充滿壓力 他來到行政院長江林化家的門口 像沉睡的院長說 院長快來幫幫我 我遇到麻煩了 我有大麻煩了 院長你趕快救救我 這個時候院長說 當當當當 我拿出一個超厲害的最新勞機把修改版本 這個版本呢 把這個勞工的債權提高到跟銀行的抵押權同等 這樣子 華龍個人依這個順位算下來 就會有10%的退休金了 好多喔 那就另一方面來講的話呢 我將這個電廠的範圍擴大到六個基數喔 我從0個基數 擴大到6個基數 大家覺得夠嗎 於是勞工覺得不夠 跟院長再次進行抗議 並且 將這個方案拿來踩在腳下 我們要跟社會說 我們不要這個版本 對不對 請他們回去 再重新修過 對不對 權利不打折 政府別協責 青春在華龍 黃無我退休金 華龍加油 華龍加油 我們之前一直在喊說 這個勞工債權的順位 應該要提高到優先於這個 優先於銀行團的這個抵押權 現在 這個版本 是有提高沒錯 沒有優先 但是和銀行的這個抵押權是同等的 大家如果沒有詳細研究的話 可能會覺得說 同等 聽起來對勞工已經算是很憂鬱了 已經算是很優惠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同等的狀況下是 勞工跟銀行要依照金額比例去分配 但是往往呢 銀行的錢 是勞工的超過十倍以上 那個金額的懸殊根本就是 大金魚對這樣小蝦米啊 要幾個銀行的錢 我們勞工直接退休金之前費 怎麼比呢 以這個華龍的案例來講 如果依照它這個新版本來進行分配的話 那華龍的工人拿到的退休金 只有10% 大家覺得10%夠嗎 不夠 不夠吧 警政院 勞動部做事情啊 不講誠信啊 一天到晚改方案 然後還跟我們講說 他找不到對口的人 然後找不到說什麼 我們的訴求一直在變 實際上來講 自救會 自救會的三人團體 以及自救會醫務律師團 從頭到尾的立場都沒有變 我們要求所有輔儀勞工的 所有輔儀華龍官場工人的 都會不需要法 全國的補償 這一點事情 從頭都沒有變更過我們的立場 那今天呢 變更立場是誰 變更立場是勞樂部 勞樂部呢 在變更完立場之後 三天兩國要約一次就位 三天兩國要約律師團 去談事情 而且不是在哪裡 不是在辦公室談 在哪裡談 在律師事務所談 在哪裡談 在咖啡廳談 你下一次就跟北一里門口談就好 你下一次就跟正向動物所談談 不要談得更清楚更明白 這樣不好 那今天看到部長齁 這樣子來處理這個華龍官場案的這個方案齁 我們覺得非常無法理解的是說 好好的一個可以一次一次到位把所有事情解決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它不用 它偏偏呢 自己把自己的責任丟一邊 然後跑去奧銀行團 所以搞出什麼捐款的事情 好 二十多年前官場功能案敗發的時候 當時候的來委會 他們提出來的方案 還是用所謂就業基金 代償的一個方式來做處理 可是今天的勞動部不是喔 他自己有自己的錢不拿出來使用 他跑去奧銀行團 叫銀行團要捐錢 我們不知道如果 這樣子的勞資爭議 還需要用銀行團的錢來解決的話 到底要勞動部幹什麼 我們覺得今天勞動部 勞動部長你要誠意 你就應該要提出一個比二十多年前解決官場功能案 更有創意 更符合法治的做法 這個法治的 符合法治的唯一做法 就是要前面的代償 然後前面的說法 就在勞進法二十八條 才能展現出你作為一個勞動部 你要捍衛所有台灣勞動 進程勞動員工的 的權益 的決心 你的